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最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地规的思路 其实我们会发现地规的思路 虽然说有诸多这样的缺点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也就是说它每次产生的新的排列 总是局部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它能够放到一个三维空间上 可以看到它的轨迹是非常连续的 这在我们算法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那么地规始终是具有它不能攻破的一些缺陷的 我们如果能够设计一个非地规的方法 而且能够保证这样的领域性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们还是按照地规的思路来看 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二三的全排列 那么下面四来了 怎么去生成一二三四的所有的全排列呢 刚才我们看到在地规的思路中 会说最大的数字要从最右端向最左端 在两端之间来回往复 就可以生成新的全排列了 那么似乎每一个数字都有一个移动的方向 那我们从第一个序列开始看起 一二三四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四的方向是向左的 四的方向向左 依次向左走到了最左端 走到了最左端之后 这时候它再也不能再往下走了 那么应该下一步该如何做呢 实际上我们是要拿一二三这原有的基础排列进行变换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换 我们自然也会找一二三中最大的那个数字 如果一开始我们认为所有的数字都是向左边走的话 那这时候三可以和它相邻的二发生变化 变换之后 这时候四可以从左端再依次向右端去走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没有低规了 而仅仅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 包括每个数字应该有一定的方向 包括某些数字是可以通过和它的领域进行交换的 因此我们给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可移动数 英文叫做Mobile Integer 为什么称它是可移动数呢 我们首先对于一个序列一二三四五 我们要给每个数字具备一定的移动方向 什么样的数字才是可移动数呢 如果它箭头指向的是一个比它更小的数字的话 我们就称它为是可移动的 那么这样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序列 二六三一五四 它的箭头方向分别是这样的 在这个序列里面谁是可移动的呢 我们会发现二指向的是六 自然数字比它大 它是不可移动的 而六指向三 它是可移动的 因此我们可以找到 依次找到所有的可移动数 那么有了可移动数的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 什么样的数字具有可移动性 首先我们想最小的数字一 最小的数字一 无论它朝左指还是朝右指 其他指向的数字肯定比它大 因此一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移动的 对于最大的一个数字呢 比如说最大的一个数字 在刚才序列中一二三四中最大是四 那么它始终是可以在两端进行移动的 只有当它到达两端 且它的方向指向这个端点的话 那么它是不可移动的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构造一个非地规的算法 首先我们来以一二三四为例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数字的方向 全部指向左边 因为它是一个增序排列 在这个情况下 所有的数字都是可移动数 我们要移动的是当前可移动数中最大的一个 自然四是最大的一个可移动数 按照它的方向 它和它相邻的三进行交换 然后四再和它相邻的二进行交换 依次类推 直到当四达到左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四这时候方向指向了端点 那么它是不可移动的 到这个状态下 我们应该找当前最大的可移动数 此时四不可以移动了 因此三可以移动 那么三再和它旁边的相邻数进行交换 这时候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序列 也就是四在这边 一三二 那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把三的交换 让四重新获得了可移动性 意味着任何一个数字当它交换之后 比它大的数字都应该换方向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所有的全排列 依次根据最大的数字 最大的可移动数 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进行移动 而每次交换这个移动可移动数的时候呢 比它大的数字将会变换方向 依次类推后 直到最后一个序列 所有的数字都不可移动了 我们的算法就可以结束了 这个算法呢 实际上它的名字叫做 Steinhaus-Johnson-Chotter-Agradon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好像有三个人的名字 在这个算法里面 确实实际上这个算法呢 并不是一人独享 它是由三位数学家 分别独立构造出来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简称这个算法是SJT算法 更快